美國總統喬·拜登1月5日宣布 美國將利用大流行時期的限制措施 迅速驅逐非法越過美墨邊境的古巴、尼加拉瓜和海地移民以控制移民 拜登表示 與此同時 拜登每月將允許來自這三個國家和委內瑞拉多達3萬人乘飛機進入該國 該計畫是一項更廣泛努力的一部分 目的是阻止創紀錄數量的越境者 並解決自2021年1月上任以來一直困擾總統的政治和人道主義挑戰 他說 他已經向國會提交了一份全面的移民計畫 但共和黨人不會考慮或批准為新的庇護法官或官員提供額外資金 拜登將於1月10日前往墨西哥城市與墨西哥總統奧弗拉多爾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舉行北美領導人峰會 預計移民將成為討論的核心問題 拜登利用他的演講向共和黨人施壓 要求他們停止 阻撓他的移民改革提案和邊境措施 並要求國會提供必要的資源